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影片 不知道各位最近打最近的賽事打得怎麼樣 雖然遊戲裡面有非常多的BUG 但是小弟我還是有將近期的賽事都打好打板這樣 那今天就要來評論一下這幾次賽事的獎品 分別是這個藍龍飛車跟不死鳥戰鬥機 首先來講一下藍龍飛車 它的外觀是蠻有趣的啦,是一隻龍 性能的話是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好的 應該是遊戲裡面數一數二強的 然後它又可以升級 等級5的時候可以有隱形的功能 然後等級10的時候就可以用氮氣推進 所以我覺得是一台算很全能的一台車子 那不死鳥戰鬥機的話 我覺得應該有不少人跟我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它等級時候它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官方的翻譯它是火力精靈還有威力英人 我忘記了 但我自己測試後狀況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之後我又看到簡體中文的翻譯是穿越時空 所以我就想說會不會是它在 它在到達一定的速度後那個效果才會啟動 但我測試的結果好像也不是這樣子 因為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然後我自己又東測測西測測測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發現它有一個蠻特別的功能 這應該就是它的功能 雖然我也不確定是不是 首先我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的戰鬥機在這個狀況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這是不死鳥戰鬥機在發生那個情況下會發生的事情 影片中你可以發現不死鳥戰鬥機是防撞擊的 它在很高速的行駛的時候就算撞到建築物也不會爆炸 也不會甚至連受傷都沒有 這應該就是它的功能了啦 如果嚴格來講的話其實不算什麼很厲害的功能 但是是蠻實用的啦 總結來說的話兩個的外觀都還蠻酷的 長得都還蠻炫炮的 然後功能的話也不差 如果各位兩個在猶豫說要升級哪個的話 可以看完影片後再去看看吧 看看你是需要什麼樣的交通工具 大家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按喜歡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也許一碰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開副視頻的朋友 我們下一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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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